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建党到今年这100年 是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这个伟大成就大体包括几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新中国的成立 标志着中国从一个内战 一个比较分散的 这样一个国内的政治 包括社会格局 转到了一个统一的 那么人民团结一心搞建设的 这样一个新的格局 第二个就是根据中国的国情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 正确地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中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 有效地推进了工业化的进程 在30年左右的时间内完成了工业化的奠基 然后我想这一个百年一个非常重大的成就 就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 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实践的过程当中 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在这个方面我们确定了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 这样一个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沿着这个基本路线了 依靠改革的这个关键一招 极大的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 通过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使中国经济实现了长期的持续的高增长 那么1978年到2019年 中国GDP的年均增长率达到9.4%左右 所以这样一个发展就解决了中国 从无到有的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跨越 就是中国人民在持穿用住行等等这些方面 有没有的问题 通过第一个百年的奋斗得到了基本的解决 所以第一个百年我想了 这个成就了是伟大的 就是中国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 这样一个非常落后的国家 发展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而且在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当中 中国正在走出一条通向成功的这样一个道路 所以第一个百年是非常伟大的一个成就 非常突然而言耶 世界最重要的进步